10月28日,西甲第11轮,第255次国家得比,黄马球迷会记得这场经典之战。在0比1落后的局面下,20岁的贝林厄姆上演没开二度的好戏。世界波扳平,92分钟绝杀,帮助黄马2比1逆转巴萨。或许,巴萨主帅哈维会有不服。或许,现场5万巴萨球迷会难以接受。 但有一个事实,无法否认,他们战术上赢了黄马,但却被如有神助的贝林厄姆打败。第68分钟,贝林厄姆30米的超级世界波,打得特尔施特根毫无脾气。这不是绝对机会,但贝林厄姆就是如此不讲道理。 第92分钟,黄马右路船中,莫德里奇将球一垫。贝林厄姆的跑位恰到好处,打穿特尔施特根的小门。 加盟黄马之后,贝林厄姆13场13球3助攻。这意味着三大纪录的诞生。 2009年的C罗之后,黄马再无如此强悍的新人。00后贝林厄姆接过了C罗的枪。 能在客场打进巴萨两球的黄马球员,也是屈指可数,迪斯蒂法诺,普斯卡什,劳尔,泛尼,C罗,贝林厄姆。 第一次国家得比,贝林厄姆就没开二度。 贝黄成为1947年3月30日的佩德罗阿苏亚加之后,76年来的黄马第一人。 1965年至今,黄马首次在半场落后时,还能在客场逆转巴萨,贝林厄姆当即投攻。 世界波,绝杀,破纪录,贝林厄姆简直杀疯了。 解说员如此点评贝林厄姆。 挡不住了,只有接受吧,没有道理可讲。 有些事情是无法解释的,超级巨星的诞生。 他穿着奇达内的五号,又不只有奇达内的能力。 这是贝林厄姆的风神之战,新王登基之战,历史会记录这一切。 纵观全场,巴萨的战术执行能力,全队的精神状态,都非常不错。 然而,贝林厄姆用一己之力改变战局不讲道理的世界波,最后时刻的冷静狙杀。 这就是超巨的能力和决定性。 梅西,C罗的绝带双胶走向落幕时。 外界认为,姆巴佩,哈兰德将是新的绝带双胶。 不过,别忘了贝林厄姆。 保持这样的状态,2024年金球奖,贝林厄姆将是强有力的竞争者。 好,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。 感谢大家收看。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,欢迎订阅转发。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。 谢谢大家。